大家好,我是程杨老师,欢迎来到程杨说流美 今天我来再以加大圣巴巴拉分校 他的秋季的计划来讲一讲美国大学 现在对秋季计划的最新的状况 因为今天有个家长特别问到这个学校 因为现在航班已经慢慢的通行了 所以他问我的孩子在读本科 是不是要现在准备回国还是继续留在美国 那么我们从学校的秋季计划来开始说 这个是Yousey St. Barbara的官网 就是加大圣巴巴拉分校 他的校长是个华裔姓杨 这是他秋季计划的更新 然后他一上来他就说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然后很多的学生和父母明确表示 他们希望在校上课,忠实在校的经历 那么学校也经过几轮的问卷调查 有的学生希望更多的面对面的体验 但是也有的学生希望继续远程学习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个学校的计划是如下 那么学校也说在继续的跟进加州疫情的情况 而且课表会在7月发布 那么秋季的学季他们在计划的是 有大多数课程要通过远程授课 但是学校计划的尽可能的开放校园 让学生有校内的体验 那么这里边如果校内的面对面授课的话 会做新冠病毒的测试 那么如果是一年级的国际学生来不了学校的怎么办呢 那么学校会提供他们能够全部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你如果大一的话 学校会提供全部远程的计划 那么远程的可能不是开所有的课 有的课可能还是在校园里面开 那么在学校里面会来注意教室的容量 会分析建筑物的气流 这是学校的防疫措施 然后校园里也会减少人口密度 所以这个是学校对秋季的一个想法 那么这里边也说了一句 说秋季的学杂费 加州的大学的董事会已经确定了 甭管是在校上课还是远程上课 学费都不变 所以这里边是说 学校会是给学生会有远程和本地上课的这样的选择 但是学校尽量的会开放校园 所以具体对孩子的妈妈问这个情况 我的建议就是再等一等等到这个比如说到七月中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学校是怎么样 疫情是怎么样的变化 好的 那我也没有具体的这个结果说你建议说你到底是要走还是不要走 那只能咱们看这个事情的这个发展 好的 如果你要是有这个问题啊 有有comments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陈昂说的视频下面留言 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和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